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郭俊良 解决方案架构师 来自于能源科技 非常欢迎各位毫米波的伙伴 粉丝们来参加我们这次跟Nine 共同举办的线上webner 跟大家推荐这一套 闪新的Solution MMWave HDR 这一套方案主要是由Nine的X410 跟能源科技的Ulibus Vbus 所组成的一套完整的 工讯系统架构的Deskpack 虽然现在毫米波 已经广泛利用在5G的拔路 还有Second 还有Ladar这些领域 但是它还是存在了非常多的challenge 那期待有各多从业界商界 各个研发人员 能共同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的webner里面呢 会带到一些challenge问题 列出一些新的研究议题 还有一些各个大学 他们有做过一些use case 来跟大家做分享介绍 那这一套系统里面呢 TMI负责是整个front end的部分 零封铭 Optown Converter 那在这个Bestband 这个SDR Software Defined Radio 这部分 是我们的partner Ni这边的移工 所以接下来呢 非常欢迎介绍 我们Ni的partner 这个讲者 陈欣 他是资深的市场专家 专门研究在 或不是在无线 研发领域的部分 我们也欢迎陈欣 大家好 我是Ni无线通信业务的市场经理 我叫陈欣 首先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场webinar 今天 我们将探讨未来6G的技术方向 以及Ni如何加速未来6G的发展 作为5G技术的进一步演进 6G将推动无线技术向更高速率 更低延迟 以及更广泛的连接买进 从而使能一些新的应用长久 如智能交通和自动驾驶 远程医疗 吸引现实和增强现实等 同时 6G也越来越多的吸引了学术界 和产业界的目光 分分开始相关技术的预演工作 Ni认为 未来的6G将分为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 是新的频段 在5G F21和F22的基础上 将探索使用7-24G赫兹的F23 亚太赫兹 以及太赫兹等通信技术 这将提高网络容量和速度 以支持更多的应用场景 第二 是新的应用方向 这其中包括空天地一体化技术 将空间 地面 空中的通信网络融合在一起 实现全球的无缝覆盖 和快速响应的通信服务 还有是通感一体化技术 将通信和感知的功能融合 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第三 是6G频谱优化 这其中包括大规模的MAMO技术 以及AI和机器学习等技术 这将提高网络的覆盖范围 以支持更多设备的连接 公安一直以来都是无线通信 科研创新的深度参与者 最早从2010年就开始了无线通信 合作伙伴计划 与全球领先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一起 共同开展关键通信技术的研究 这其中包含斯坦福大学 伯克利大学 马上理工大学 以及中国的清华大学 以及东南大学等 额外拥有业界最领先的软件无线电平台 并且在6G方向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产品创新 持续推出了多种带宽 不同分析和存储能力 以及涵盖不同频段范围的硬件平台 以适应多样化的科研需求 当然今年更是推出了新一代 始量信号收发仪Math T3 最高可支持23G的工作频段 未来将计划升级到26.5G赫兹 以及2G赫兹的实时分析带宽 在软件层面 我们支持MetLab LabView C++ Python 以及OpenSource等多种工具链 我们致力于涵盖大多数广泛使用的软件平台 以适应研究工作者们的不同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 为了更好的加速5G、6G的科研创新 我们推出了基于NI ETAS USRPX10的LabView无线通信研究参考架构 滑开视频信号的录制、回放 以及5G信号的分析功能 下面我们来一起详细了解一下吧 这套架架构 这套架构主要针对于5G、6G的重点研究方向 如信道测量、通管一体、智能反射表面RAIS、毫米波的波数复行以及波数转向 还有MAMO等相关的应用 为了帮助科研人员快速上手 在这套参考架构中 NI不仅提供了参考的硬件配置、软件代码 而且也提供了详细的用户手册 目的在于缩短原型印证平台的单件时间 加速6G研究 从软件仿真到硬件印证的进程 NI LiveView无线通信研究参考架构 在软件层面涵盖三大功能 分别是射频信号的录制、回放以及5G、NR信号的分析 整套方案基于NI强大的软件无线电平台 NI ETAS USRP-XX10 拥有400M超宽分析带宽 支持高达7.2GHz的平台 同时,我们和TMI Tech进行合作 提供模块化的毫米波扩展选项 从而使得好比波频段的无线通信研究 整套系统的软硬件均经过 NI研发部门的反复验证 与确保整体的性能参数和使用体验 整个系统的录制速率最高可达491Mbps 同时支持多通道的使用场景 值得一提的是,NI承诺为我们提供的产品 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可靠的服务 包含咨询、维护、培训以及技术支持 同时,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1000家的联盟合作伙伴 可以提供本土解决方案的整体性交付 下面我们将介绍第二套方案 这是一套符合5G标准的端对端的系统 基于目前最受欢迎的开源软件协议站 OpenAir Interface OAI及NI的软件无线电平台 可以使能更高层级的,比如数据电路层 以及网络层的相关研究 包含核心网、基站、用户设备的端到端的系统 是一个很好的5G、6G研究的起点 但是,我们从研究者们那边了解到 搭建起一个原型验证平台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作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为了帮助研究者们快速搭建起一套 运行的端对端的系统 NI推出了OAI无线通信研究参考架构 通过详细的用户手册 研究者们可以清晰的了解 如何基于NI的SDR平台 以及开源的软件代码 快速搭建起一套无线通信研究的原型系统 从而大大给予时间成本 加速5G、6G的科研进程 整套系统的架构正如上图所示 这套系统包含核心网、基站、优异 同时我们也支持多种优异类型 包含手机有益、模块化有益和USRP软件有益等 三个整体的基站 而转向独立可相互操作的组件组成的分解式 开放式的架构及欧软 与此同时 更加重点研究方向 如何使用RACE技术 来解决传统方式 所带来的巨大的能源消耗 实现绿色通信 一直以来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清华大学的课题组 在硬件层面使用RACE天线 来代替高耗能的相控阵天线 同时在软件层面结合了AI算法 通过硬件和软件的创新 最终在MI的平台上 实现了低功耗的信号传输 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课 第二个案例是来自于德国 Barkhausen Institute的 通感一体化相关的研究 那里的学者们表示 真正的通感一体化的算法和仿真 一定要经过现实环境下的硬件验证 才能真正的评估其性能 但是这种验证 在毫米波的环境下十分困难 尤其是涉及到超大分析带宽的情况 借助MI的软件无线电平台 研究者们成功的使用毫米波频段 在两G赫兹的带宽条件下 评估了1000设计的通感一体化的算法 为后续更高频段的研究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前面Barkhausen Institute的案例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了提供更高的通信容量 未来的6G技术势必会朝着更高的频带进行发展 让我们把时间给到J Health 来了解更多的更高频带的设备的相关情况 大家好 谢谢刚刚陈欣对于Ni SDR的介绍 现在就由我来介绍DmyTech的方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的EA讯息 现在市场在5G、K8R2跟Seqcom这边的市场份额 到2026年大概会有7.6Billion美金的这样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business 那原因是因为毫米波它的特性就是在于大平宽 然后低延迟 所以越来越多的应用 会需要这样的一个feature 还有多介入出这样的一个特性 所以应用在这些比如说大平宽 ARVR 低延迟的即时应用 在车宅 或在Remote Operations 或是Archipage Culture Logesty 这些大的连接数的一些应用 或非常用到这样的红领波的一些技术 Synccom这边就不用说了 它一直就是在毫米多的领域去专业这样的技术 那尤其现在在讲Lio、Mio、Gio 这样的Modic Orbit这样的ecosystem 你这个天线array怎么设计 0.5mm怎么扫 都还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关注的议题 尤其还有Ladar这个议题 也是广泛的应用在这个 比如说军事应用 像我们内地这个黑鹰战斗机 是点雷达目前都少不到的 那期望大家来突破这个瓶颈 来钻研这样的雷达技术 让我们的科技技术发展更能够发展 那我们的使命 就是提供大家一个很好的testback 来进去这个研究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 现在毫米多的一些现况 还有一些问题 其实还是有待解决的 像第一个所谓的Maximime mode 那Mime mode是非常需要的 它是非常需要利用这个平补利用率 增加平补的效率 增加整个平宽的capacity 因为在未来更多的应用 需要大平方 更多的接触素 满足更多用户使用者的应用需求 所以我需要Maximime mode 来做这样的应用技术 那要达到Mime mode Maximime mode 冰封名技术 又是不可够缺了 因为在毫米波段 它的讯号车也非常快 我必须要用冰封名 去集中这个能量 去达到我需要的一个target 那 Mime mode 我可以在Maximime mode的底下 再去针对各个user 去一个一个去对这个user 做Mime mode 去让各个使用者 可以更好的使用者体验 那 那 当整个E8小槌在固件的时候呢 carbage 也是一个 严重的问题 也是因为毫米波 它的这个高频 所以 甩减快 所以在 它的 它的这个 讯号 覆盖范范围 就会比较短 尤其在都市啊 这个比较大楼灵力的地方 那 你要怎么样去有限 有效的 物件 演技地台 拿到最好的 这个 物件的效率 那也是一个问题 那 能力科技 在这方面 也有一个方案 我们在Demo section 里面 会提到 我们的 Refract 技术 那 有 有限于此呢 那 这些 研究领域 你就是需要 一个完整的 通讯系统 而且是 毫米波的通讯系统 那 在一个 通讯架构里面呢 这边 一个 FBGA的 一个platform 搭配不一样的 一些webom 你可以在上面 有一些open source 或是一些 调片技术 一些webom 用人的观念去 那 你拿到一些 不一样的 不管是 你要应用一些 不一样的应用 Protocol 去做一些协议 都需要 一个这样的 那 你要升级到 毫米波呢 你必须要 一个 升降频的 这个元件 去滓屏 提升频率到 高频 也需要 把高频 降到 中频这边 会给 SDR平台 做运算 在front end 这一端 我们需要 刚提到 冰封灵的技术 因为技术 它里面就大概 涵盖了 需要一些 face shift 需要把炮变大 需要PA 需要增加联名度 一些LNA 那整个集成 在一个front end 里面 那你很好去做 控制 所以你可以 依据这个平台 来做一些 你要的一些 不管是 协议开发 一些Polocode 开发 或者用这一整套 去做一些 Polotyping的一些 样子 所以 根据刚刚的一个 通讯系统 通讯架构 介绍 我们 MMWave SDR 的 TestPay平台 就是基于 这个 Standard的通讯系统 用Ni 和Gmy Tag 的 一些 产品 组组 从其他 的一个系统 这边刚刚 我们提到SDR 就是 Ni 他们提供的 S410 目前维持最强大的 USRP 系统 有400Mbps 的 还有8个 i-channel 可以做 4D 4R的 运用 运算 那在UpDown Converter 这边 NiTek的 U-D Box 我们可以支援 24D-20 到 44D-20 里面 已经内建充品 可以 几乎可以 upgrade 所有的 Sub-6D Equipment 到这个 毫米波段 涵盖了所有的 F2 5G 的波段 提升到 毫米波段 之后 这边就是 BinFormer BinFormer 这边 我们有 2个SKU 可以来模拟 5G的 GNOV 基站这边的 一些应用 或是我们模拟 手机端 或CPE端 这边的 小耳瑞的应用 OK 所以接下来 细细看一下 这个 产品的一些 基本介绍 这边先提到一下 UpDown Converter Ball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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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主要应用目的 就是说 我一台Bus 可以Cover 这么宽品的应用 所以 当你要研发 这个 5G-8B2的 毫米波段 这些应用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 买太多设备 一台Bus 就足够满足 你所有的 研发的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 频率的应用 尤其我们 有内建 O 可以调的 你就不用再外观讯号 一台机器 就可以完成 这个显接测试 那 我们也有这些SYNC的 10Mbps 100Mbps SYNC 可以跟我们的 基屏这边 做同步 也可以两台 UliBus 或多台 UliBus 所同步 所以通讯系统里面 都是非常基本 而且必要的一些应用 那 接下来就是介绍 所谓 G-Nob B的 Binformer 那其实就对应到 我们的 Bus 1 那 Bus 1 它是一个 4x4的 一个 Binformin Array 那 它 是可以做 3D的 Bin steering 正负 上下 都可以少 4速度 大概是符合 5G F2 应用的 范围 那 有没有 现在两个 这个 SKU 18GB 跟 39GB 都符合 5G F2 257 260 这两个 那 我们也因为 这个 Bin steering速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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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GB 的 要求 我们有 SBI 控制的 界面 所以可以达到 两个 9s 这个 非常 非常 可以符合 CGPP 的要求 这是我们3D的 丁峰 可以模拟的 GINOP 就是基站这边的 应用 那我们也有所谓的 2D的 丁峰 那他就可以用来做 比如说模拟 你这个 UV 或CPE端 现在我们的 UV CPE端都是比较小型 array 1x4的 array 那我们用这个 就可以来做 模拟 试验 一样 支援能力的频率 一样 SBI 控制 Low latency 那 很高兴我们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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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加 加值 这个Ni的 Review 我们所有的 API 或整个 Review 界面 都应在 Review 里面 那当然 我们 TMI Tech 我们自己有 有提供 各种 不一样语言的 API 也有自己的 一个 GUI 这个特别的 特异功能 或这个 feature 就是我们可以拖这个 直接可以做 这个 非常直觉好用 我们在等下的 Live Demo 里面 可以给大家 演示到这个部分 OK 那 这边是提到我们 这个所有 MM Wave HDR 整个硬体 跟软体的一个价格 那 这一整套东西呢 我们可以拿来做 各式各样 很前沿的 这些research 用 那我们这边列了几个 简单的topic 给大家交流一下 第一个是 不缺乏度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 可以声明到一把度 去模拟这整个 实在的评断的一些 一些 不管是应用啊 或者一些 频率的效应啊 做一些 冰封明的效果 冰 checking 用冰封明 冰 checking 这些应用 第二个是 ORAN 为什么提到ORAN呢 ORAN就是分散式架构 U PU CU 那很高兴 我们有这个 NI X40 和SDR 一起的bundle 它在上面 就可以承载 很多open source 比如说 市面上一些 ORAN 的open source 放进去 里面ROM 就可以模拟成 UE端 或模拟成GNOB端 去做整个 end to end的测试 接下来有雷达 车用这部分 是一直 大家在讲的 很多的领域 车用雷达 就是在 车子里面 或是说 跟 车跟车 车跟人 车跟路边装置的 各种的应用 V2V V2X 各种应用 雷达是一个 ORCH的一个 研究议题 还有哪些议题呢 Channel Sounding Channel Sounding 主要是想要优化整套的 空讯系统 尤其是在毫米波端 尤其是在大平宽 或是利用到MIMO 或是利用到冰封明的技术 因为整个冰封明毫米波的技术 我们要看的一些 像是 Path Loss Path Loss Delay 或是波打出去 被一些反射面吸收 或是反射的一些效果 或是Multi Pass 或是一些Dubula效应 我们都需要 从这个 我们都需要 优化整个系统 需要Path Loss 然后 让大家做一些演算 然后去提供 比较好的演算机制 去到整个空讯系统 去更多化 这是一个Channel Sounding 等一下我们提到这个 Use Case 那 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 Juined Convocation 和Radar 这个问题是说 以前 我们在Convocation 跟Sensing 其实都是分两套系统 但是 我一边要做Convocation 一边要做Sensing 一边要做Sensing 在于车用 或是一些比较 及时反馈的一些应用上面 我这两个系统 第一个价钱太贵了 第二个就是 我可能要跟时去做 侦测或预算 那 我的这个Timing 跟Datance 不足以应用的需求 所以现在就有所谓的Juined System 我在同一个系统 同一个频率 我可能Share 一样的这个 这个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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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频率 我不用不一样的技术 一边达到Convocation 一边会去做一些Sensing 比如说 侦测 物体啊 距离啊 速度这些 那这也是非常 的 需要演奏的一个 在3GPP 的地方 那讲到3GPP呢 SATCOM NTN 正在 讲的 如我如图 尤其是 所谓的5G over Satellite 所谓的5G over Satellite 所谓的5G over Satellite 又想要提升到这个 Air这边 所以这两端的应用 会慢慢的越来越靠近 所以这边的一些 研究议题也会越来越多 尤其是在 刚提到 Soway 5G over Satellite Satellite 也会像5G的计算一样 会有Informing Insteering 去指向某个区域 做一些Dedicate 的Service 那这一个非常有趣的应用 这个 非常需要大家一起来 投入 研究这个一样的 这样一个话题 那提到这些 各种的 这个 Advanced技术 研究话题 之后呢 我们再介绍几个 这个 所谓的 Use Case 也是一些Successful的Story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夏威夷教授 夏威夷大学的一个教授 在Covid-19的那个时候 他们想要做这个呼吸偵测 因为我Covid-19的患者 他的呼吸跟正常能是有点区别的 他们想要做这个非接触性的偵测 所以他们就用了我们的Vibus 用了SDR USRP 去做这个讯号发射源 OPM的讯号 用毫米波段 去达到这个 那从这个 Channel States Information CSI 这部分 去截取所有的 这个通道的效应 去做一些运算 所以大家在之前要做运算的时候呢 要先做一些 可能 碰到人的物体 没碰到人的物体 或者说有一些 杂讯干扰距离 先把这些 有一个Best Time的 这个 折取出来 之后 他再去对于 真正有患者的 这个 人 或说 健康的人 去看他的 pattern是怎么样 做一些不同 Channel的一些效应 跟分析 去研究这个 algorithm 去算出这个 证测 去识别这个 有犯COVID-19的 或者健康的人的 这个 这个 演算法 那他如果没有我们这套 系统 没有我们这Ni 这个 SDR 它 它连处理这个 测试架构 那就要花很多时间 也要花很多经费 去建设上 testback 那我们提供这样testback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把硬底 工具架架都ready 研发人员 只要负责 专心 收集数据 开发演算法 然后把这样子的成果 让大家市场去享用 这是一个 接下一个 就刚刚我们提到这个 Channel Sound 这是一个 Vecca 大学 美国 东岸 这个大学教授 我们做这个Channel Sound 他专门在做一些 高频 从Ultra Wideband 从28GHz 甚至60GHz的Channel Sound 这教授专门在做这些 讯号的演算 那之前呢 因为这讯号演算的 讯号商品要需要做一些 打出波 反射 去收集所有这些 PWM的讯息 去做演算 之前的做法呢 还没有我们这冰封银 的Bus 之后呢 它是用一个这个 Jimple 去做这个转向 一个一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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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调调 然后去量测这个数据 那这个花了它很多时间 有一个数据 它们大概是花了一个小时 去收集一个它们所需要的数据 那用了我们这冰封银 Bus呢 我们就可以做波速的手能 不用再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去转 那大概是在一两分钟以内 就可以完成它所有的讯导设计 所以它就可以大大的节省时间 去专心的研究它的演算法 处理的资料 然后去体力和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 如何优化整个风云系统 例如这样一个 Protocol 那接下来的Use Case 这是我们Internal自己做的一个 100公尺的测试的一个实验 因为大家都会提到说 毫米波甩减很高 那你到底可以传多远的距离 我到底要怎么计算 那我们这个Obligation Note呢 就跟大家会提到说 我们怎样计算这个Free Space Loss 再怎样频率 你搭配怎样的SG SA 或是用我们这个Ni的平台 去做这个收发源 那你可以给大家架构 一个怎样的一个实验的环境 那我们这个Application Note里面 都没有非常清楚 那我们实际测的效果 在这100距离公里元 用我们的Bus 可以拿到这个Bus TVM 这个EVM的一个Performance 用Bus 3GPB的一个要求 那以上这是我们几个Use Case 那这个是比较Delegate for 这个天线H Antenna 这个Pingfony Antenna 这个设计 那这是我们内地的这个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他们专门来研究 这个5G Terminal这个天线 用在比如说手机 或CPE端 刚刚我们有提到 我们Bus line 是一层四这个Rain 那 这个叫做 已经做到二层四了 那它要他们设计的天线呢 它需要去量测它特性 那这些天线特性 基本上就是用Bna去做量测 那它要多个Channel怎么办呢 很多台Bna吗 可以 但是架设的时间跟成本 其实都非常的昂贵 那我们的Bus One 可以提供16个Channel 个别的控制 也可以调Game 跟Face 非常的适合利用在这个 Montainer的一个 这个量测 所以他们只需要用原本的VNA 然后VNA 接上的 Ting for me box 这边示意一下 就是我们有16个Channel 可以接到你所有的这个 天线端 你自己设计的 然后透过我们的UI 或者我们Ni Honor他们的 LightView 这个软体 都可以去做设定 那就很快的去完成这样的 一个量测 好 Again 就是说 我们Fumotech 跟Ni 提供这个aspect 主要就是让开发者 可以不用烦恼这个硬体 开发这个aspect 专心去做 一些Advanced测试 测试 或者说协议展的开发 节省大家的时间 也可以把更好的成果 更快的对地回到的事情 OK 以上大概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些 不管是Challenge 新的技术应用 更是在市面上 我们这些客户 实际在用我们的案子 我们的产品 我们这个SDR的Prem phone 做了一些硬梦的完成 好 那 回顾一下 现在市场上 在讲的就是 5Gv2 做set count 做雷档 甚至整个这些 三个应用的mix hybrid的一些应用 我们的test-bait-ready 提供你们一个完好的硬体平台 让协议开发者 演算法 做样品的开发人员 都可以快速上行 然后帮我们去做这些前演的一些技术研究 更快速的 帮我们把这些应用 跟这些好的这些 不管是软底 或者硬底 可以更好地提供到市场 帮助我们这毫米波的市场 莫莫的开发 好 谢谢各位毫米波的伙伴 跟粉丝们 参与我们这个线上的 和我们的活动 那现在邀请各位 我欢迎来掃这个QR Code 到我们DNY Tag 官网的Solution Page 去查看我们今天所有 这个演示的一些内容 你可以看到一些 技术方案的内容 还有这个整个 我们的 Adventure Research 的页面 期待 跟你们做更深度的交流 那各位 不要走开 请参与下一场的Lab Demo 我们演示整套 AmenWeb SDR的Solution 在反射面板上的一个 实际的Demo的实作 谢谢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个Lab Demo 的场景 刚刚我们在微博里面 介绍的这个 MiniWeb SDR 把这个硬体的test bag 我们搬到这个Live Demo 里面 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下这个Key Component 第一个是UD Box 5G 这是一个宽屏的上下变屏 中屏提升到毫米波 Tool Channel 中屏跟RF 另外一个是BinBommer 这边就是所谓的Base Array Montana 这Boss里面包含了有 Lab Shift LNA TA Integer 在这个Boss里面 那红色我们提到 这是39GHz 那我们现场Demo 是28GHz的版本 另外一个是这个Reflector 我们上个月才在Wireless Japan 隆重这个跟WorldWire announced 这个新的产品 那这个是5远的反射板 它可以把毫米波讯号做一个反射 那这面板子是0 入色角 30度的反射角 我们总共有8种Standard的一个 入色反射角的这个角度 提供给这些运营商啊 或是SI附件商 去根据他们场景去做附件 OK 那我们现在这次Demo的呢 是用30度的 那这是整个Demo的架构 那包含这个所谓Ni的SDR 把讯号 中屏讯号 打到我们的 up-down converter up-down converter up-down到 就是升频道 18GHz 从Home antenna 打到这个Reflector Reflector 为反射30度 到这个Demo接收 那我们现在就做这个演示 我们现在看这个LedView 这个LedView方向的UI 那我们这次展示的这个Wavephone呢 是用 100MHz 然后256F 这个Wavephone 那在LedView 和Ni 方向里面 已经 我们这个UniBus V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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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的这个UniBus 都已经完成写好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Maturation的部分 刚刚提到这个Wavephone 已经迟迟在传 那现在EVM4-35 那你看我遮挡一下 那就停了 这是代表我们出力的LiveDemo 那现在 我们可以来转变一下定的角度 转变定的角度 有几种方式 我们现在就用我们的这个Uni 因为我们现在的Uni 那整个就 Situation掉了 这代表说 我的病转到这边 喧闹已经说不到 冰封灵的这个特性 还有这个反射角它也有效果 那我们再把这个病 回回去 它的讯到的Quality 就回到刚刚的这个 235DBL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Demo 那这个Demo 只是一个在这个TestPay上面 一个其中一项Demo 我们在Webner里面 有提到非常各种 Advanced 一些前沿研究的一些案例 那都是可以基于这样的一套TestPay 来做一些 不管是协议战开发 演算法 运算 或终于可以做一些Polotyping 那我们这套Hawai 都可以非常帮助这些开发者 快速的达到这些研究的成果 那以上 谢谢大家的观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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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